意外第六天 教育部长吴思华 特地到嘉义 祭拜殉职的张雅如老师 担任主任的先生 手上仍有当时被落石砸中的伤痕 满脸憔悴 双眼红肿 但更让人担心的 是夫妻俩九岁的小女儿 她现在开始才会想到说 妈妈真的不在 不来的话就一直蹲在那边 看看妈妈的鞋子 然后就这样被只铺甲子 所以就不要让她过来 郑主任虽然恢复平静 不过九岁女儿仍然无法接受 再也看不到妈妈的事实 每天流着眼泪摸鞋子 想见妈妈一面 除了是命运者 她自己本身也是受伤者 所以其实她的心情也很不少 小孩子更小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更难去 更难去知道说 她到底在想什么 郑主任为太太的死心碎 又要照顾女儿心力交瘁 照片中的夫妻俩 在阿里山丰山国小任教十一年 每天长度跋涉 跨越三个线上班 把学生当孩子 更几度放弃 掉往平地学校的机会 夫妻情深相互扶持 却被无情落下的巨石 砸碎美满家庭 郑主任跟张老师的悲剧 反映出偏乡教育的困境 教育部长吴思华表示 将针对偏乡老师的旅途保险 加几根宿舍 想出新政策解决 这次的意外 让张老师牺牲 留下无辜幼女 承受丧母之痛 没有妈妈的日子 她还得努力坚强 好好长大 记者侯国文 再报道